第四集 美军基地藏有万兴人的飞碟 百慕大消失的飞行中队是穿过了时空隧道 匪夷所思的答案让你瞠目结舌 本周一至周五中午十二点 将下位是经典传奇 丰硕人间的离奇和神秘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说起飞碟呢 大伙都不没收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 例如独立日 第九区等大片 都出现了这么一幕场 邪恶的外星人乘坐飞碟来到地球 利用地球人无法理解的高科技 妄图占领地球 虽然电影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但是电影归电影 那真要问起来 又有谁能够证明飞碟就和这个外星人一天有关系呢 又或者说这个飞碟和外星人是否真实存在呢 关于飞碟存在的证据 这网上有很多 有成千上万的飞碟照片和视频 不过我告诉你 这些照片和视频呢 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有的是误解误督 更有的是呢 现代科技的产物 就像这张照片的女孩 很普普通通的一位 用这个电脑软件一修饰 PS一下 立马就变成了一位超级大美女 所以啊 这千万张飞碟照片和视频呢 就像这位美女一样 忽悠的 大家都说 有一个地方知道 那里啊 可能真的有飞碟存在 甚至啊 那里可能还藏着外星人呢 哈哈 这什么地方 美国的怀特军事基地 怀特基地的全称呢 叫做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西南端 那么这个基地呢 是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的所在地 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研制采购和维护航空航舰系统 说白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怀特军事基地 纯粹就是一个搞广科研研发新型飞机的女 那么他又是怎么和这个飞碟撤上关系的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这个基地里藏有飞碟呢 要弄清楚这点啊 我们就要从这个飞碟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世界术期 1947年7月4日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 一架碟型不明飞行物的残骸 散落在长约一公里 宽约800米的范围内 等到住在附近的这个军民前去查看的时候 惊讶的发现 哎 这坠毁地点附近呢 已经占满了美国军方派出的士兵 那么这些士兵的任务呢 只有一个 保护并且回收坠毁地点上的一切物体 据说呢 当时坠毁地点的这个居民呢 都有点摸不着 你说这天上到底掉下来个什么东西啊 搞得不对都出动了 啊 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严谨闲杂人等靠近 但是四天以后 也就是1947年的7月8号 所有的人都明白 因为当地报纸每日记事报 发表了一篇头条文章 说根据他们记者的调查 空军在罗斯维尔地区发现的是 坠落的飞碟 据说呢 军方还得到了外星人的尸体 并对尸体们进行了解抗 飞碟残害 还有外星人的尸体 每日记事报的这个消息一出啊 可以说是世界红沫 那最为兴奋的人是什么人呢 还是那些狂热的飞碟爱好者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20世纪以前啊 比较完整的飞碟母鸡报告啊 它就有三百件以上 从这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起 飞碟的母鸡事件呢 更是急剧增多了 到罗斯维尔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全世界已经有了飞碟母鸡报告 大约十万件 十万件啊 这么多人声声看见了飞碟 而且呢还有模有样的形成了报告 可就是没人拿得出 让人信服的铁证来 现在可好了 每日记事报那可是官方报道 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 那都代表着官方观点 在报纸上登出了这么一个发现飞碟的头条 那不就是向全世界宣布飞碟 乃至说外星人 那都是存在的吗 这能让那些飞碟爱好者们 不兴奋 当然飞碟和外星人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美国官方也不可能向普通公众透露的太多 在报纸呢也就是一个发一个消息了 不过呢 飞碟爱好者们 那显然不满 他们开始摸拳擦掌 发誓要了解到更加详细的内容 例如 飞碟是怎么掉下来的呀 它里面的外星人它长什么样啊 会不会是三头六臂呀 哈哈 好奇心挺大的 不过呢 很遗憾的是 大伙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因为就在美日纪时报登出发现飞碟的消息 六个小时以后 美国军方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当头给大伙交了一大盘朗水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 一位美国将军呢 郑重生 他们从罗斯维尔获得的并不是飞碟惨 而是用人类科技所造出来的东西 气球 这是一个用于收集军事机密的高空气象气象 为了证明所说的真实性啊 军方呢 甚至还展出了他们所收集到的残骸碎片 那么经过相关专家的考证呢 确实是气象气球坠毁后的碎片 与此相应的 美日纪时报呢 也发表声明 他们之前的报道有误 军方呢 并没有收集到飞碟残骸 您瞧 六个小时而已啊 所有美国官方的口风呢 都变了 飞碟变成了气球 比这个大便活人还神奇呢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到底是飞碟还是气球都无所谓 不都是一个放后的谈资吗 可是那些飞碟的狂热的爱好者们 他受不了了 好不容易看到的曙光没了 心里难受啊 他们坚持认为 那些被拿出来展示 并且呢 被相关专家认定为气球碎片的残骸 是假的 是被这个美国军方掉了包的 于是 这些飞碟爱好者们 就组织了一拨人马 专门调查 罗斯维尔真正的残骸的去向 结果就发现了 这批残骸 被送往的目的地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著名的军事基地 怀特帕特森警 按理来说呢 把这个军事用途的气象气球摊骸 送往这个军事军地呢 研究 那是再正常不过 飞碟爱好者们 该死心了吗 可是 恰恰想做 大伙呢 反而更加兴奋了 原因呢 就在于一份解密的官方文件上 这份解密的官方文件呢 是1947年7月8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 文件称 罗斯维尔坠毁事件与怀特基地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那个被回收的物体与装有雷达反射器的高空气象气球 在外形上呢 很相似 但是不是气象气球呢 经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与怀特基地的电话通话 这个说法呢 没有得到就是 不知道 您听清了没有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呀 美国的另一个官方机构 联邦调查局出面 他们打电话就打到了怀特基地 哎 你们前两天收集到的那些个残骸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怀特基地没有像他们之前向外界公布的那样 说这些残骸呢是气象气球的碎片 那是什么呢 啊 我就不告诉你 你看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美国军方之前很有可能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要人心中没鬼 你干嘛要编造这么一个话言呢 更让人惊讶的 还在后 就在罗斯维尔的这批残骸被送到怀特基地之后 之前对于飞碟事件从不关心的美国政府 态度呢 竟然来了一个180多年 高调开始了一项声势浩大的研究计划 蓝皮书计划 那么这个蓝皮书计划呀 实际上是美国这个研究外星生命的一个组成之一 它是52年开始 69年呢 终止了 收到了很多的目击报告 那我印象应该是一万两千多件目击报告 那么这些报告经过专家分析 大部分它都是 咱不说是假的吧 至少是误认 比如说有的是云啊 有的是月亮啊 有的是什么光学幻影啊 但是还有一些确实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 花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 研究来研究去 结论呢 就是所有号称看见过飞碟的 那都是看花了眼 把月亮啊 云彩啊 幻影啊 什么的 看成了飞碟 我们姑且不去怀疑这个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人家毕竟是官方开展的研究 说不定 那确实是这样 那也不一定 但是有一点是广大飞碟爱好者们永远的一团 美国政府一向都是对飞碟事件莫不关心 或者是说是从不发表什么观点的 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罗斯维尔事件发生以后 不早不晚的进行公开研究呢 在这其中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可以这么说 蓝皮书计划并没有给我们谈 恰恰相反 谜团背后仍是谜团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50年后一个人跳出来 这个人呢很有来头 他说1947年也就是这个罗斯维尔事件发生的那年 他就在这个怀特基地当兵 哈哈 这位名叫黑迈克的军人呢 那可是一位经历过二战洗礼的空战英雄 他说在罗斯维尔坠毁的飞行物残骸呢 抵达怀特基地后不久啊 在军中极富声望的空军战争学院精英训练班的学员 他就飞到了那里 并展开了调查 而黑迈克就是其中一员 哇塞 权威人士啊 在1947年的怀特基地里 黑迈克看到了什么呢 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让他沉没了足足50年呢 碟撞飞行物离奇追悔 是气象气球还是外星飞碟 奇巧的蓝皮书计划 曾经接触过残骸的老人 尘封了50年之久的 又是一个怎样的秘密 清点传奇 稍后 为您解密 我们前面说了 美国军方向全世界声称在 罗斯维尔坠毁的是一个气象气球 50年后呢 一名在怀特基地 服役过的 名叫黑迈克的目击证人 蹦出来说 根本不是 他说 他看到的就是飞碟 还有 外星人 军方向全世界 前面 说话的这个人呢 是黑麦克的儿子 他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 他的后期不光看到了飞碟残骸 还看到了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外形 可以想象了 这番话一说出来 那是举世震惊 震惊之余呢 也有人发现了可疑的点 如果黑麦克真的看见了飞碟残骸 真的看见了外形人 那绝对是属于最高的军事机密 他怎么敢把这种情况 向全世界公布出来呢 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里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这个黑麦克的儿子就解释了 说这个黑麦克和他所有的同事 都被要求过发誓报名 一旦透露半点风声 马上就会被送上军事盘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黑麦克保守这个秘密呢 保守了整整五十年 就连最亲近的家人呢 都没告诉过伴侣 直到后来这个黑麦克的健康状况 出现了问题了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才向最亲近的人 说了实话 我说 有句俗话呢叫做 人之将死七言也伤 活着的时间都不多 再替政府掩抗秘密也就没有必要了 毕竟对于黑麦克这个普通人来说呢 心里的这个秘密啊 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对于这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话 很多人呢都选择了相信他 那么就在黑麦克吐露秘密之后不久啊 非谍爱好者们针对怀克基地就展开了更大力度的调查 他们发现还有许多发生在美国的所谓非谍回首时间 例如1947年10月的亚利桑那州帕拉戴斯商务时间 1953年5月的亚利桑那州金曼时间 1953年6月的德克萨斯州拉雷多时间 和1965年12月5日的宾夕法亚科科斯堡时间 不管坠落的地点在哪里 最终呢他们的去向都指向了同一个地点 怀特帕特森基地 除此之外呢 大伙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在怀特基地里看到过非谍残骸 看到过外星人士 我讨论了几个人 和有少数人讨论了几个人 和一些死亡 他们说那些死亡人员 在克萨斯州拉雷多时间 和死亡人员 在罗斯威尔斯州拉雷多时间 《罗斯威尔斯州拉雷多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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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飞碟和外星人事后存在 世界上一直有着激烈的证明 而随着广大飞碟爱好者们的调查的深入 他们逐渐把矛头指向了美国的怀特军事基地 指向了基地里一个神秘的机库 18号机库 虽然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设置组能够进入18号机库拍摄 但是呢大伙根据诸多证人所描述的话 基本把里面存放的外星人的样子都给勾画出来 小男人 只要是小黑的男人,不是黑的,是黑的。 我听说,有些生命的游戏被保存了一段时间, 也许多年后的罗斯威尔。 现在,他们一定会做了各种测试。 光听这段话所描绘的, 那是栩栩如生的。 让人感觉外星人就在我们眼前似的。 可是,这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 要是大伙都能够亲眼看到,那该多好啊。 你们别急。 虽然没有人拍到18号机库里面的情况, 但是没关系啊,有人拍到外星人呐。 1995年8月,全世界的非地爱好者聚集到了英国召开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拿出了一段视频。 据说呢,是美国军方的一位退役摄影师提供的。 那么这段视频里面所拍摄的呢, 就是美国军方在怀特基地的18号机库里面, 解剖外星人尸体的场面。 这段视频一经公开啊,他的轰动效应那可想而知。 各国专家呢,都被邀请来论证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不过,很可惜,专家们呢很快就找到了两个明显的破坏。 首先,解剖的手法太不专业。 其次,拍摄水平呢也太差。 完全不像是美国军方摄影师所拍的。 尽管这样,全世界呢还是有不少的非敌爱好者呢, 相信这个视频呢,他是真实的。 他们对于里面的外星人那是惊奇乐道。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到了11年后,也就是2006年,有人就站出来了。 这个人呢,叫做约翰·哈姆菲雷斯。 他是英国一个著名的电视特技师。 他向这个媒体承认,解剖外星人影片,是他和另外几位同行呢,炮制的。 那个噱头十足的外星人呢,是个塑料模型。 内脏呢,则是用养脑、鸡肠之类的东西做成的。 拍摄地点呢,也不是什么美国怀特基地的18号机库, 而是在伦敦的一个普通公寓里。 牛啊,很牛。 竟然骗了全世界整找11年。 那既然这个骗子已经承认造假了,那大伙的胃口呢,又掉下来了。 怀特基地的18号机库里,到底有没有飞碟和外星人呢? 飞碟爱好者们的答案是,有。 不过呢,这次啊,他们没有把目光瞄准18号机库本身, 而是看向了机库的地面以下,很深很深的地下。 最大秘密的积极是,那些大量的 cryogenics, 那些组织的带来需要支援和保持这些体制。 我明白,那是挺厉害的。 那些大量的 cryogenics的棺子, 这些所谓的三岁四岁, 三岁六岁,被保持在这些干图上, 在这些 cryogenics的温度上。 听得出来, 这些飞碟爱好者啊, 他就认这个死里儿了。 飞碟残骸和外星人尸体啊, 就在你们基地里面。 否则的话, 那为什么在美国各地坠毁的不明飞行物残骸, 都要运往这里呢? 而为什么曾经在你这个基地工作过的这个人, 纷纷跳出来说有外星人呢? 这飞碟爱好者们都急呀, 就恨呢, 没法冲破层层把手, 冲进这个十八号基础, 看个究竟了。 不过, 相对于这些爱好者的狂热而言呢, 有种说法, 因为他的冷静, 而吸引了很多人。 这种说法是, 这怀特军事基地呢, 的确可疑。 他的可疑呢,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关于飞碟, 关于外星人的传言来自着。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 有人故意放烟弹, 故意造谣声势。 那么谁放在烟弧? 那就是美国军方。 理由呢? 因为他们要在这个基地里研究一种先进的武器。 比如说有人说这种先进武器可能就是叠撞的, 飞行起来可能更快, 攻击起来, 攻击力更强。 那么这种武器呢, 他不愿意让外界知道。 但是无意中呢, 可能又被别人看见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故意放些烟幕。 他说我们这实际上是外星飞船, 外星人, 然后又假装出来否认。 这样把工作注意力呢, 就都吸引到那去了。 那么实际上呢, 他可能还是要研究他的武器。 飞碟型的现金武器。 作为现今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美国, 那确实可能具备研发这种武器的实力。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也就可以解释这个黑麦克和他的同事们在怀特基地里所看到的一切。 怎么折都不会变形的金属, 那可以理解成美军的最新研究成果。 连头残骸一起发现的外星人尸体, 也可以解释成为美军为实验新武器而配备的假人。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利成长。 当然, 如果非要给这个说法挑出一点瑕疵的话, 那就像有些人开玩笑说的那样。 这美国人研制的新武器的坠毁率也太高了。 不是在这里坠毁, 就是在那里坠毁, 这可能吗? 哈哈, 这个问题问的好, 很多人都想知道。 而在想知道答案的人里面呢, 有一个人的身份很特别, 他叫胡福, 1947年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联邦调查局局长, 要是按照咱们的行政级别来划分, 那起码也是一个正部级统党, 这地位够高了吧。 胡福呢, 当时就对那家被回收的叠型飞行器, 他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也想知道, 这到底是外星飞碟呢? 还是自己人研发的新武器呢? 但是, 在他要求了解一下这些残骸的时候, 他受到的待遇是这样。 我们必须坚持对回收的飞碟拥有全面的接触权, 但军方得到了它, 而且不让我们对它进行简单的检查。 好, 连胡福都看不了的东西, 那得是多大的保密性啊? 难道说, 这种武器它真的是极为先进? 先进到了需要被联合叫他局长保密的地步? 抑或是说, 这个叠型物体它本来就不是美军自己研制的武器, 而真的是外星人的飞碟, 才需要进行如此程度的保密。 嘿嘿, 这越神神秘秘, 遮遮掩掩掩的武器啊, 大家呢, 他越想知道。 最近呢, 有个人很火, 是一位叫阿桑奇的澳大利亚人, 他是一位电脑黑客, 据说呢, 他通过很多的途径呢, 就搜集了很多的政府机密。 那么他最近的疯狂, 那是向公众泄露九万份有关美国领导的联军, 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文件。 这让美国白宫啊, 很是生气。 嘿, 您说, 这个阿桑奇, 他有没有可能了解这个怀特基地真正的秘密呢? 啊, 一个笑话啊。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经典传奇, 明天再见。 经典传奇, 离奇事件, 另类披露。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默, 巨大的纳斯卡线条只是供水蓄意图。 大英博物馆供奉四十年的皮尔当人是一个骗局。 美军基地藏有外星人的飞碟, 白木大消失的飞行中队是穿过了时空隧道。 匪夷所思的答案, 让你瞠目结舌。 本周一至周五, 初五十二点, 将相会是经典传奇, 封锁人间的离奇和神秘。 故事更离奇, 人物更神秘, 情节更曲折, 秘密即将一一揭开。 周一至周五, 周五十二点, 经典传奇。 周一至周五十二点, 周一至周五十二点, 周五十二点, 周五十二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